以下哪一個是MIRROR成員Anson Kong的中文名字? KONG KONG 這兩個字的分別... 在哪裡?這兩個字的分別 是粗一點和有一點的分別嗎? 他寫字的名字是寫錯的 以下那位歌手不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 這題應該沒有人答錯 Koey真的答錯過 真的又不是四大天王 其他字有三個是誰呢? Ason Jensen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Hello,我是EG 最近不知為何流行很多的網上問卷 早前就是這個香港地理達人 看到很多人玩,其實我也想玩 但是我自己知道自己的香港地理是什麼 所以我就無謂獻醜了 但是這次這個香港...香港...香港... 香港流行音樂達人挑戰20...2022... 做什麼? 香港流行音樂達人挑戰2022呢? 就開剩我那份了 那是十分香港的一個問卷 因為它就是讓大家測試自己對香港流行音樂樂壇熟悉的程度 那我當然不會出貓了 我這些音樂能力...大約要半個小時 這半個小時你們就陪我吧,好嗎? 我自己認為自己應該可以有400分的 要錄到這個版本 我自己認為自己應該有300分的 我自己認為自己應該有500分的 那這個時候就一起去玩這個... 由musichub.hk做出來的問卷了 以下題目應該零難度,這麼囂張 以下那位歌手不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 這題應該沒有人答錯 Koey真是答錯過的 將來又不是四大天王之一 其他還有三個是誰 陳奕訊 譚詠倫 在頒發2008年10大...2008年 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結出表現金獎的時候 哪位歌手以為自己拿獎 然後上了頒獎台 這個太出名了 這個就算不是音樂大人都一定認識 一定是關家姐 組合左輪右裡,你是代表哪位歌手 李榮浩都挺好笑的 美健不是駕駛學院嗎? 李阿勤啊 以下哪對組合仍然活躍於現今樂壇 Cook is my little airport Supergirls boys my little airport 原來是Supergirls 哪一個組合不是全民造星系列產生 以下的歌手屬於哪一個組合 蘇永康,Big 4 蔡卓妍,TWINS 姜濤,MIRROR 1935ERROR 適合了,不用問 LV2是普通 稍微有留意香港樂壇的就會懂得回答 以下哪一首梅艷芳主唱的歌曲 推出之後爭議不斷 甚至被一度禁播 喔 壞女孩 這個是王子華教我 因為我是煲了王子華所有動作笑 以下哪一項是紅館的全名 香港紅磡體育館 紅磡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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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體育館 它叫紅館 它不是叫香紅館 應該是紅磡體育館 以下哪一首是柳應廷的物語系列之一 水型物語 零食物語 回光物語 為什麼會是這個回 風鈴物語 當然是水型物語 很有自信 但怕吵 以下哪一位是歌曲獨自去偷歡的原唱 劉德華 他是獨自去偷歡和倒轉地球的原唱 配對以下歌曲的原唱歌手 My Apple Pie Masterclass是姜濤 然後就糟糕了 亂來啊 不好意思啊 抱歉啊 以下哪一隊是李克勤所支持的足球球隊 如果沒有記錯是曼聯 年紀比較年輕的 大家知不知道 宋禮勤這個名字是怎樣的 你們知道了吧 有一次就是他送了自己的禮物給曼聯 曼聯好像來了香港踢球 忘記了是不是 總之曼聯離開的時候 在根治室就找回他的禮物 以下哪一位 現在是聖夢娛樂的歌手 Gigi 問公司的 胡雄光 Servini陳雷和林家謙 怎麼看都不會像是 叫錯了 以下哪一首不是歌手張經軒的歌 語言書 因為語言書一開始是關志斌 以下哪一首不是我對Dear Jane的歌曲 不如另一人 到此為止 你指多我告訴你 噢 神經病 我已經當了到此為止是Dear Jane 而不是林… 林… 連絲也 以下歌手分別成為哪些運動的運動員 方力生是游泳的 何硬絲 歌語虎球 如果沒有記錯 陳健安 就是很大隻 很大隻 是不是都可以游泳 原來不是 幸好他有提到我 這麼大隻 足球 只剩下排球好像挺適合 Ian Lv.4 普通的聽眾應該開始覺得吃力了 其實剛才我已經開始吃力了 以下哪一首歌曲 在Youtube的最高點擊率 夢想說愛力一定有很多人看 但時間上又比較新 那我是不是應該計算時間上比較舊 海闊天紅線 以下哪一首歌曲 沒有包含I love you的字眼 開始很麻 PS I love you 有沒有 身體裡沒有永… 嘩… 對不起 身體裡沒有永生的細胞表 在身前遲遭 嘩… 好像真的沒有 張敬軒PS I love you 以下哪一位歌手 曾經在紅館舉辦演唱會 周國賢好像是梅特 江海嘉 好像是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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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梅特菲 好像機會比較大 以下哪一位是衣櫚女的男人的原唱 要是蘇永康 要是許智安 多於衣櫚女 最後我是選兩看魂 抱歉 以下哪一位是太極樂隊的主唱 中浸頭阿B哥哥 以下四個組合 S17 E02 Supergirls 還有MIRROR 一共有多少人 為什麼要加上 E02 就四個人 S17 就兩個人 Supergirls 都是四個人 加上12 就22個人 沒有 這裡沒有 那21個人 好嗎 近吧 黃偉文為陳奕迅寫的歌詞 我的美酒 跑車 相機 金錶 入面 美酒 跑車 相機金錶 分別代表陳奕迅的哪首歌 美酒就是葡萄成熟時 好嗎 龍舌蘭是未出的 在托菲倫之前 跑車 人車子 我有車 我有銀翼需要發射 相機 金錶 時差是Color 時間的初衷 是通靈的 到底是陀菲倫還是時光倒流20年呢 陀菲倫 就是那首歌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陀菲倫 時光倒流20年是沒有標的 好,Level五瘋狂 長期聽廣東歌的樂迷才會懂得回答 以下哪一首MC的歌 是由陳永軒填詞的 我要憑這個我現時自己肯做飯的思路去猜 反對無巧 死了 Cover了 以下哪一位是歌曲心心心的原唱 是李克勤的 我這麼喜歡李克勤的 這份文卷 以下金句分別來自哪位歌手 一時的光輝不是永恆 就是蔡豐華 邪不能勝正 想過先 肥過電單車 難道是黎明 不會吧 我不知道 但我是憑哪一個人跟他有大relate 就這樣去想 邪不能勝正應該是林家謙 因為林家謙的曲詞編監多數都是自己 肯定是他多謝自己 應該是蕭靖男需要這句多一點的 LV6 極限 對廣東歌有一定的深度和闊度的認識 才會回答 形容很生動 哪位歌手曾經推出同名專輯 即是跟他的名字一模一樣 麥俊龍就麥俊龍 周國賢就周國賢 糟了 難道是蝕凱琪 因為偶像派的人做這些好像 這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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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Make sense 因為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配對以下歌曲的原唱者 情深的一句是劉德華的 從今開始應該是張學友 哇… 黎明 多摩的需要你 感覺上很黎明 不知為什麼 各富城 同哭都很…很適合他 不知為什麼 LV7 絕景 廣東歌的粉絲應該開始覺得吃力 頂住啊 方浩文在以下哪一個地方推出過首張專輯 日本?日本?還是台灣? 台灣啊 以下哪一首歌不是由經典鋼琴名曲的旋律改編而成 我不會唱歌的整首歌很鋼琴 再想一想 林子祥數字人生?是啦 數字歌 王遠之和Edan 應該是Edan啦 彈鋼琴而已 他裡面的首歌本身不是鋼琴底 以下哪一位歌手不是香港的唱作 四小強之一 方大同、黃遠之、張繼聰、周國賢 四個都很強喔 黃遠之? 以下哪一位歌曲《鋼琴王》的原唱 吳浩康啊 這個開正我年代 I'm sorry 在那個年代吳浩康 《鋼琴王》是很多人認識的 然後洪爺就是彌甘道啊 《雙戀於洪本》那首 鄭忠基那時候就是我代你哭 側田的時候就是好人啊 又或者命硬啊 都是那個年代 Level 8 噩夢來到這裡開始亂填的你並不孤單 以下哪位歌手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Egger 咦? Make sense? 不是喔 樓下的那些都不惹小的 周華健? 周華健吧 Maybe 不知道啦 可能是林奕康呢 可能是馮允謙呢 以下哪首張景天主唱的歌曲不是重新改編作舊作 留下鑰匙風起了 風起了是改編舊作的 改編一首澳門的歌曲 但其他原來都是悲劇人物啦 我猜 不是悲劇人物啦 從荒的眼淚 就是你智希的 安慰將你擅長 譚詠倫於1988年 哪一個頒獎典宣布不再領獎 啊? 宣布不領獎的原來是譚詠倫? 不是猴哥 如如果要宣布不領獎 那就找些厲害的嗨搭 嗨搭不領獎 跟大家說 就應該最瘋了 以下哪一個是MIRROR成員 Anson Kong的中文名字 哇 不會 也不要罵我 Kong Kong 這兩個字的分別 在哪裡啊 這兩個字的分別 是粗一點和柔一點的分別 他寫自己的名字的時候寫粗 不是,中間有不同 應該不會弄太多筆畫畫 或者是光華生 以下哪位歌手是明星的主唱 當你看見天神星星,張國榮 煉獄啊,level9 只關卡式是非正常人類回答 以下哪位歌手未獲得TVB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冠軍 張偉健 maybe 這樣猜不合理的 以下哪位陳伯強 以下哪一首陳伯強 以下哪一首歌曲不是南藝光田的... 不懂 以下哪一首歌曲的歌詞是沒有包含人名的 老美的明星,生活有無呢? 死了 張敬軒不肚不快 有啊 雪到其風珠,無上的道理 是有的 劉浩龍的思覺失調 銀寶馬,還會每天失眠到天空 大頭蝦大頭蝦是不是人名 陳柏宇的別來無漁有 黃飛的故事 多麼故事 思覺失調帽 將以下的普通話歌曲 與發行廣東話版本的歌手進行配對 我撐不住,我真的撐不住 普通話我真的沒聽 但我也知道惠蘭是中癡心絕對的 吳宇飛是中李聖傑的手放開的 接著就有點糟了 接著我就唯有亂填了,很對不起 LV10,瘋L線不正常人類等級 憑自己答對兩三題已經瘋L線了 中廣東歌獨以心 今晚清秀小弟的敗秉車回頭時間 第一,以下哪一位歌手不是聖堡六學畢業 是不是瘋的 我猜一下,好嗎? 猜一下,講他吧 不是,路雲南也有可能 因為很不香港的 鄧子祺創作《瑞公主》的時候 只有15歲嗎? 這次不是有聽過嗎? 還是16歲又忘記了? 以下哪一首歌不是Swing的作品 25,7,1984,565 會不會太瘋了? 我猜7,好嗎? 猜他的勁歌中還包含了多少首歌 我可能唱完都還可以 但我要不要為了10分唱完呢? 試試33首吧 凡斯曾在2009年以下哪間學校舉辦 過一次免費演唱會 大家都是比較有錢的學校 很難猜 猜一下聖士提反吧 以下哪一位是歌曲《少年為德》 的原唱 不知道,sorry 試試林二汶 你已經回答所有的題目了 膠卷吧 你有塗資料玩嗎? 從來都沒有,你少看 快點看看你拿多少分 344 讓我剪那個自己應該有300分 哎呀 梅艷芳對啦,謝謝王子華 紅館的全名 紅館的全名原來是香港看的館 搞錯呀 哇,這個運動員系列,我答對了 憑我這個印象和想像力 YouTube最高點擊率,海闊天空 YES 當然啦,買了這麼久 當然也很傳奇的 哎呀,太極樂隊的主唱 我記錯了,中鎮圖是哪一隊 糟了 23個 我Supergirls原來有五個人那麼多 我經常都以為只有四個 史上第一十五台雙周冠軍歌 原來是東京人仇 我認識的 我憑感覺,知道反對無效 是陳永謙田的 邪不能勝正,原來是蕭正林 多謝曲詞編監 是林家謙 好了,不對答案 這條片我相信一定長到爆炸了 很感謝你們陪我一起做了這個問卷 你們自己做一下,在留言那邊又告訴我到底你有多少分 這份文卷是不錯的 因為他問到很多問題 都是我覺得香港的樂壇是很正的時期 我不是說現在不正 但始終都是讀書時期的樂壇是最正的 如果你是在讀書的話 你過了十幾二十年 你就會認同我這句話 你讀書的時候的樂壇是最正的 各五百分而有無查資料的人 請都告訴我 請受小弟一拜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逢是144出片 記得訂閱我按鈴鐺 之後出片你就會知道 分享我的影片給朋友觀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